来,观战一把,有观众说这个是狮子 狮子,画家,调酒,古董,佣兵 这把守夜人有点难打 不对,这把守夜人是非常难打 这种守夜人追谁 追古董商,请你吃棍子 追调酒师,你得压闪现 而且如果说这边成立是一个四黑的话 这个调酒师,待会儿 如果他真的要喝酒 可能队友这边还会过来保护一手什么 追调酒压闪现,可以 好像也就这么 也就只能这么打了 你这边追个画家 击倒的不一定会快 然后这画家呢 手里捏着画,带金生的 带金生的话倒是可以 这边的话我倒是少算了 他在天赋上面带金生倒是真不错 但带金生就不能追这调酒师了 不对啊 不,大哥带金生追调酒师 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手 这怎么打呀 张狂开技能 打一刀 但手里面没有技能啊 画家这边 过来看一眼 追画家 可以可以可以 这手的话反而追画家 好像我们上帝使者来看会好一点 这个金生当闪现用 这边的话能打到这一刀吧 你反而如果说画家这边不过来的话 这这局真的爆炸 原地爆炸 金生顶 但这个金生顶完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手艺人手里面没有东西 然后这边画家拉开以后绕一圈 调酒师的酒 不知道能不能给上 但是这边画家的话 估计能再化一波 哎呦给了酒 四黑要命了 这把是四黑 这妥妥的四黑 这配合 好了呀 怎么打 游戏结束了 坐牢 坐得牢牢的 真的坐得牢牢的 这边画家再点一幅画就好了 过来点一幅画 然后这个调酒师这边的话 队友还给他翻了道具 你们在干什么 是嫌第五人格 玩家太多了 是不是 打得这么用力 我要是求生者的领队 这一局 至少对吧 给对面一点点 看看可以的机会 这还在换道具的 待会 这户币一换 这守艺人可能 待会就直接把游戏卸了 打你妹 惨不忍睹 这还怎么解说呢 我们给守艺人写个剧本 这守艺人关键什么 这守艺人是个张狂守艺人 也就是说他这边 如果带底牌 我当没有理由他带不带树立本呢 他如果带底牌 他就没有挽留 那就更加不可想象 这边画家倒地 那可以 这边的话 这个道具 佣兵再翻个箱子 行了 这真有点过分了 开门战 佣兵带香水 满血佣兵带香水 待会可能是 画家手里面两户币 这边我们来算一下机子 机子 古董商 这边的话 机子倒是能修掉 还差一台 调酒师这边 已经在起了25 15 椅子刀 啊 用兵连这瓶香水都不舍得浇 这瓶香水是开门战的一个大杀器 好了 画 越打越难了 怎么感觉 随着就能修掉 这时间的推移求生者的道具越来越多 我打完以后 你看 抓了几拨人以后 他们的道具不增 不减反增 这边到调酒师那边 调酒师那边板击点亮 我们看一下他眼睛红不红 来我们记得 红的 红的话就是没有带那个底牌的 精神到底 调酒师手里有颗球 有半颗球 你感谢 板子一拍 你起跳 好 跳了是吧 来我这边板子再拍 你一波风吸 翻过去 再起跳 哎呦这两个点 还好地窖不在这边 要不然四跑 用兵都不接应一手吗 精神直接顶 这要是地窖在这边真的 还好地窖不在 怎么地留一个 可以了 还玩 不玩了不玩了 队友叫他来快一点 我们下一把了